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要聚焦在南北韩问题和较重的选举 南北韩分裂了这么久 年轻的君正恩上台后 好像也没有带来任何的新气象 反而让人两边的关系更加紧张 未来会有怎样的新发展 我们首先带你来看看 南韩本来离我们很远 但是现在超越了我们 台湾和南韩的比较关系 好像是解不开的宿命 台湾对于南韩的关注 始终不落人后 现在朝鲜半岛风起云涌 战争气形浓厚 全世界都在关注 北朝鲜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共产国家 跟古巴很像 独裁统治一人当政 君正恩是世界上少见的极权领导人 极右领导人又是右智的右 年纪仅有31岁 已经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2011年底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寄以后望 希望新人新政能够多和国际社会接触 并且为朝鲜半岛的和平贡献 但是这一年多来 金正恩极端的核武政策 让东北亚安全陷入空前危机 美国对于金正恩的做法 是特别不能容忍 因为自从韩战以来 美国就以朝鲜半岛救世主的身份置居 任何破坏朝鲜半岛安全的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美国的反制 美国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中国的立场呢 中国是北朝鲜的老盟友 也是北朝鲜的保护神 但是冷战结束后 中国想要创造和平的形象 因此在后冷战时期 中国对北朝鲜的照顾和支持 就没有像以前一样 那样的无为不自了 有时候还会站在美国这一边 给北朝鲜一个发掌 最近中国支持美国制裁北朝鲜案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金正恩口头威胁废除停战协定 现在又有金正之据 扬言要对南北韩边界的白领岛发动攻击 要让全岛变成一片火海 或许有人还是认为 这应该又是金正恩 行使战争边缘政策的一贯伎俩 但是国际权威军事分析家却指出 北朝鲜的军队确实已经在黄海道集结 这一次金正恩可能是言之必行 视察 距离南北韩边界的白领岛只有十公里 照片中的金正恩意气风发 和官兵们就像同袍一般互动 巩固军心 鼓舞士气的意味浓厚 金正恩同时放话 为了迎接随时可能引爆的战争 要前线士兵保持最高警戒状态 点名要让白领岛变成一片火海 从地理位置来看 白领岛和延平岛一样都紧邻北方线界线 2001年延平岛曾遭到北朝鲜炮火攻击 白领岛也是天安建被集成的所在地 前哨岛屿往往都是两韩爆发冲突的首要攻击目标 法新社报道 这次金正恩可能是完真的 不只是言辞挑衅 白领岛上除了南韩驻军 还有约5000位居民 目前岛民并没有惊慌逃难 但已经储备物资做好避难准备 另一座前线岛屿 延平岛的1000多位居民 则是从上个星期开始 陆续有人吸家带卷 坐客轮逃往人川 南韩军方也观测到北朝鲜西南端前线 有好几门海军炮口已经打开 面对北朝鲜可能进一步行动 南韩国防部表示准备好随时还击 根据法新社统计过去20年来 平壤至少12次宣布不再遵守停战协定 也曾经五度切断热线 尽管北朝鲜单方面宣布废除韩战停战协定 但联合国表示这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协定 不允许任一方自行退出 两韩停战协定仍然具有效力 新上任的南韩总统蒲景会 11号在青瓦台首度主持内阁会议时 对于两韩政策软硬见识 除了重申将促进朝鲜半岛的互信 还发表强硬声明 一旦北朝鲜发动攻击 即使没有实质损害也会采取果决反应 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 如其在针锋相对时展开 就是南韩不甘示弱的表现 南韩民众担心韩战再度爆发 第一是因为美韩在月初 已经展开一项长达两个月的演习 这星期又有名为关键决断2013的联合军演 号称美韩两国共有一万三千兵力参加 实际上澳洲 欧洲和美洲的联合国部队都有参与 尤其这次演习 从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实施 都有南韩主导 目的就是要在2015年年底之前 让南韩主导战争领导统预和指挥权 这场美韩军演要到4月底才会结束 军事专家分析 平壤会避开美国火力聚集的军演期间 最可能向南韩进攻的时间点 应该会落在军演结束后 以近年来的冲突地点研判 最可能危及南北韩争议性的黄海海域界线 朝鲜半岛上的烟消位越来越浓厚 说明南北韩各自的新领导人 在这场政治角力战 谁都想战上风先生夺人 60岁的南韩总统蒲景慧 主张国民幸福时代 除了振兴经济 首要之物是呼吁北朝鲜放弃核武 对朝政策台面上比李明博温和 而北朝鲜31岁的领导狂人金正恩 年龄比蒲景慧小了整整30岁 维持军威的方式是内外都推行恐怖政治 宣誓就职的前一年 在中央军委的地位只低于金正日 由他主导下令当场击毙脱北者 2001年被公开处决的北朝鲜居民 是2009年的三倍以上 金正恩更不顾国际施压 去年执意试射飞弹 上个月又进行核子试报 好战态势比起父亲金正日和祖父金日成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气盛 做事缺乏瞻前顾后 是各国认定的危险头号人物之一 美国华府有一整套对于北朝鲜的处理原则 笼络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 另一方面则对平壤先礼后兵 如果平壤先挑起争端 美国绝不会做事不管 只要金正恩尊重国际法规 将会协助发展经济 美国的恩威并重并非纸上谈兵 美国财政部已经对朝鲜贸易银行进行制裁 还拿出缅甸做范例 欧巴马是首位在任出访缅甸的美国总统 主动化解敌对 债务豁免高达数十亿美元 外资涌入 缅甸经济出现曙光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 国际社会刚柔并济 就是希望金正恩软化疯狂行进 但是金正恩依旧一意孤行 连向来支持平壤的中国都看不下去 转而和美国联手力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案 已经展开一系列行动 分析家指出 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考量 会力保朝鲜半岛维持现状 避免南韩势力扩张 危及中国区域安全 但是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和北朝鲜的经济水平天差地别 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作为北朝鲜的主要盟友 这次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 是国际间关注的逢想求 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松动后 那只会使北朝鲜更加孤单 而使金正恩更想要拥抱核武 以求自保 好 现在我们要离开亚洲 到欧洲的梵蒂冈 看看教宗的选举结果 宗教界的大事也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天主教教宗选举现在正在梵蒂冈举行 115位书籍主教在当地时间13号早上 进行第二轮的选举 这场历史性的选举 相信也是台湾30多万天主教教徒关心的议题 历史上曾经出过三位中华民国籍的书籍 大家最熟悉的已故书籍善国喜就成道范立冈接受若望保禄二世进封 是华人第五位书籍主教 这次选举碰上教廷弊端扶上台面 让本来就复杂的选举增听变数 也走右新教宗人选的产生 因为天主教不仅信徒减少 还面临教廷的派系内斗 教宗选举的两位热名人选 分别是意大利米南书籍主教史科拉 和巴西圣保罗书籍主教谢瑞尔 71岁的史科拉是本独十六世属役的人选之一 他是神学家 也是生物科技伦理学权威 他相当关心天主教的世俗化运动 并且也相当热衷于促进各宗教间的对话 是一个典型的改革派人物 而63岁的谢瑞尔则是保守派的代表 他掌管巴西最大教区 而巴西是全世界天主教人口最多的国家 有500万信徒 谢瑞尔出生于德国移民家庭 主张挽救世伪的传统价值 如果谢瑞尔当选的话 他将是西元八世纪以来第一位非欧洲裔的教宗 全球115位书籍主教 身穿红衣 头戴红帽 在庄严肃穆的拉丁文圣歌中整齐列队 在梵蒂冈时间12号傍晚5点30分 从梵蒂冈宗座的宝内利礼拜堂 缓缓进入西斯丁教堂 准备进行第一天的新教宗选举 书籍团朝着教堂内最前方 由米开朗基罗位置的最后的审判 画作前进行选举前莫倒 每位书籍就定位后在依序进行宣誓 誓言秘密会议的商议内容保密 否则将永远逐出教会 在教廷礼仪主管 马尼里蒙席宣布其他人离开之后 教堂内只剩下秘密会议相关的选举人 西斯丁教堂大幕门关闭 代表第266位教宗选举的秘密投票 正式展开 这场历史性投票全球瞩目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之外 还有4000多位媒体涌入梵蒂冈 盛伯多禄广场上聚集密密麻麻的人群 屏息等待教宗的选举结果 夜幕低垂 广场上的民众越来越多 结果烟囱冒出黑烟 代表第一轮的投票 没有选出新教宗 第一天的选举天气阴晴不定 白天阳光普照 到了傍晚就呼吁密布 还下起雨来 令人不禁联想到天主教教廷 现在正式危机四伏 天主教当前面临贪污洗钱丑闻案之外 在欧洲和北美教区 也有日益世俗化的倾向 越来越多人对教会反感 天主教势力削弱 在伊斯兰国家也传出 有信众遭到台籍探队力 就连范蒂冈教廷本身内部 也有派系分裂的危机 是造成教会不稳定的一大主因 这次选举呼声最高的两大热门人选 其实就代表着教廷幕后 翻云覆雨的派系斗争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 从是否推动改革来说 教廷内部分为两大派系 保守派和改革派 保守派又称为是罗马帮 以范蒂冈核心管制的圈内人为主 这些书籍背景都是长期在 罗马教廷内担任行政工作 主张维护传统的教廷体制 另一派主要由欧洲和美国 两大势力组成 主张温和改革 希望能彻底处理教廷丑闻 和贪污洗钱等负面新闻 意大利闽南教区的书籍主教 史科拉代表新一代的改革势力 71岁的史科拉专攻神学哲学 是以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亲信 也和本赌十六世关系良好 不过专家分析 史科拉和意大利政治派系走得太近 很可能成了阻碍他当选教宗的扮教师 出身北意大利小镇的史科拉低调稳重 被意大利媒体评为梵蒂冈核心的局外人 史科拉擅长操作媒体和教廷人士往来 也懂得拿捏分寸 深得教廷信任 当上书籍后 史科拉没有因此和家乡的亲友产生距离 反而更加亲民 史科拉的好人员 让他在庞大的教廷体系中 成为位高权重的书籍 甚至曾经在2005年 若望保禄二世此事后 成为当时新教宗的热门人选 尽管史科拉所管理的意大利教区 传统上被认为是教廷保守派的分支 但是教廷传出丑闻贪污等弊案之后 史科拉也积极参与调查和推动改革 因此受到改革派的推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谢瑞尔 是巴西圣保罗书基主教 背后有根深底固的保守派 罗马帮作为后盾 罗马帮担心如果公开推举 帮内人士出来角逐教宗 恐怕会引来外界检视 因此选择支持一位来自开放教区的 巴西书基谢瑞尔竞选教宗 谢瑞尔是出生在巴西的德国移民 家族有不少人担任过审职人员 其中一位谢瑞尔的叔叔也曾担任书籍 谢瑞尔有长达七年的时间 在梵蒂冈官邸担任行政人员 精通得义蒲三种语言的谢瑞尔 沟通能力强 他管制的巴西教区 是天主教信徒最多的地区之一 五百多万的人口优势 为谢瑞尔加分不少 年纪也是谢瑞尔的优势 不过有专家表示 谢瑞尔个性比较内敛 欠缺群众魅力 这次参与投票的一百一十位书籍 分别来自四十八个国籍 派系分裂难以避免 不过就目前来说 选出新教宗必须要有七十起票 才能通过 但保守派的书籍大约有三十八人 和改革派的人数势均力敌 也不排除会有折中人选 教宗的选举已经正式开落 一百一十五位书籍主教 开始进行投票 场面非常热闹 各位观众 您了解整个投票过程的规定吗 利用这个机会 我简单的向各位做个分析 教宗选举的过程 和一般民主国家热热闹闹 是是讲求公开的选举方式 截然不同 他们没有候选人名单 也没有公开的竞选活动 一切都是在神秘的闭门会议中举行 是由世界各地的书籍主教宗 重新互选出一位新的教宗 教宗选举会议是遵从中古世纪 传承下来的选举方式 有一定的仪式和严格的规定 书籍主教是教宗选举人 也是被选举人 投票的时候 每人一票 每票等值 投票的方式也是非常特殊的 第一次的投票是相声性的 在书籍团中 先选出几位比较得明星的人选 之后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两次投票 每天投票的次数不得超过四次 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 才算当选 如果投票没有结果的话 那么选票就会加入一些化学药剂 加以销毁 这个时候教廷的烟囱就会冒出黑烟 表示新教宗还没有选出 如果选举有了结果 那么烟囱就会冒出白烟 表示新教宗已经诞生了 2005年 范蒂冈·西斯丁教堂的烟囱 冒出鸟鸟白烟 当年历史性的一刻 本堵十六世成为第265任天主教教宗 时隔八年 新教宗选举让全球再度聚焦梵蒂冈 过程十分神秘 外界无法窥探究竟 实际上教宗选举是召集全球各地的书籍 回到梵蒂冈 称为书籍团 这些红衣主教年龄必须在八十岁以下 在西斯丁教堂里举行教宗选举秘密会议 虽然禁止公开竞选活动 教宗选举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高龄八十以上的红衣主教没有参选权 却有至高影响力 促成书籍团成员组成联盟 今年共有一百一十五位书籍参与 严格依照中世纪传统仪式进行 书籍团做完弥撒后 住进密室 选举期间完全和外界隔绝 任何人都不能出入 教宗选举采取互选方式 事先没有候选人名单 所以需要多次投票才有共识 一天投票的上限是四次 上下午各两轮不能投给自己 由得票超过三分之二的书籍当选 如果投票没有结果 会将全部的选票焚烧 最早期是加入湿稻草一起烧毁 教堂烟囱就会冒出黑烟 代表还没有选出新教宗 1963年后改成添加化学药剂 一样能使烟变黑 一旦新教宗出炉 烟囱会改为冒白烟 但是时常被误判 所以从2005年开始 圣伯多禄教堂也会在冒白烟的同时 敲响终身 现在全球天主教徒 引谨期盼的就是 圣伯多禄大殿终身响起 准备迎接新教宗 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 接受世人祝福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